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國好聲音4 当时便宜远景埋伏在交付署款的地点 发现负责取款的车手邓姓男子 在拿到署信的时候 立刻上前盘查 男子吓了一跳 拔腿就跑 远景也紧追在后 他见到我们远景过来 心虚拔腿而跑 他在追逐他大概一两百公尺左右 他因为跑步 那重心不稳有跌倒 双方在街头徒步追逐 最后男子摔了一跤 被颈椎在后的远景压制 成功的阻止这起诈骗案 警方调查 当时65岁王姓富人 接到诈骗集团来电 谎称他儿子遭绑架 要求交付20万赎金才能放人 富人跑到邮局提领现金 不敢讲话 只跟邮局航员眨眼示意报警 一边讲电话神情很慌张 那我们直觉这个是遇到的诈骗集团 所以就立刻派遣远景 在附近埋伏守候 便宜远景货报在附近埋伏 果然发现邓姓男子边讲电话 边从邮局走到停车场 随后他看到王姓富人 把装有20万现金的纸袋 放在一台自小客车底下 邓姓男子看到富人离开 马上拿走纸袋 警方立刻上前抓人 男子落网之后公称 因为缺钱 他只是帮忙收取债款赚外快 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沦为诈骗集团车手 才第一天上工就被警方逮捕 记得廉家姓黄总营台中报导